2022年9月18號 台東強震救援關懷 9月18號下午2點44分 台東發生瑞士規模6.8強震 震央位在台東池上 但花蓮玉裡受創嚴重 建物倒 鐵軌變形 多座橋樑毀損甚至斷裂 威里茨院啟動大量傷患機制 即使是星期日 醫護人員主動趕回工作崗位 第一時間處理急重症傷者 安撫慌張情緒 他是被嚇到 然後就都不講話 就跟他講說 你不用擔心 我們會照顧你 其實我們自己也很害怕 可是當下也只能 就是放下自己害怕的心理 然後再繼續照顧別人 此季啟動0918 地震援助機制 基金會救災人員隨即帶著物資 送往玉裡 那此季這邊會在 這期間來提供相關的物資 包括如果有在你需要做一些 安置的服務的時候 我們也要提供我們的帳篷 或是浮會創包含等等 華蓮祠院副院長吳濱安率領 急診 骨科 相關醫護人員 前往玉裡支援 有監護很大的使命 哪裡有災難 實際人就是跑第一線 去解決困難 搶救工作 日以敬業 至公提供熱食不間斷 一定對 是給你們的 好 感恩 辛苦了 嘗試再見 也與正公所合作 與中正堂甚至緊急安置所 供應民眾需求 如果有那個災情 或者歷史性的災情 都可以 所以還是要加十倍 所以業間恐懼不感 住在家裡的話 還是可能會來 對 正後第二天 百位聚工與金斯金社法師 走訪大街小巷 展開慰慰慰關懷 謝謝師傅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這一次還好 人都很平安 平安喔 謝謝 謝謝師傅 人跟房子都沒有誰啊 0918池上強鎮 急難救助 慈濟動員至公 三千多人次 安心加訪357戶 中長期重建計畫 也緊跟在後 任養修善一般94戶民宅 以及四所學校 1999年9月18號 被潮仙良荒發放大米 常年饑荒又逢水患 繼1997年求助2萬噸肥料後 被潮仙貿委會再次求援 與此既簽訂大米原住意象書 同年十一月 五十位慈濟震災團員 抵達平安南道開船市 發放2616噸大米 四萬多戶家庭受助 謝謝 北朝鮮破例允許農民集結 清領大米 當我們全新投入台灣災區的 重建之時 卻也想起身在遠方的女人 慶祝帶來了2616公噸的大米 希望能讓大家 獲個豐足的幸運 除了大米 肥料 冬衣 陸續也提供衣材 藥品 農用薄墨 直到2001年 共計有九次救濟行動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